这是一个离奇的盗墓现场 大墓表面完好 地底却一片狼藉 玉器还在 青铜器全被抬走 大墓主人头颅不翼而飞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羊蛇大墓之谜上景 2005年8月的一天 山西省林坟市区卧县 一个名叫羊蛇的小村旁 一支考古队正在田野上紧张地忙碌着 钻探布方从地表向下发掘 各项工作进展飞快 通过前期的勘探 队员们已经知道 在他们脚下的地层深处 有一组规模宏大的墓葬 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 东周时期的诸侯国君主 这位显赫神秘的国君 正等待着队员们为他验名正身 就在发掘顺利进行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大墓的地表完好 但在墓室填土的深处 队员们却突然发现了 土层被大面积搅动的痕迹 摇土中甚至还出现了 大量原本应该存在于墓底的探力 难道眼前的大墓早已遭遇毒手 而且盗墓者还如此明目张胆 整个地揭开了墓室开口 大墓究竟是否被盗 墓主人会是镜头中的哪一位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考古发掘 最终会以遗憾收场吗 此刻被这些问题困扰着的考古队员们并不知道 大墓深邃的墓坑中 那位失去了头颅的君主 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人们 一个春秋时期波澜壮阔的史诗故事 时间回到2003年的5月 这一天文物工作者接到报案 说是在杨舌村旁的田野上有古墓被盗 接到消息 孙永和急忙带人赶赴现场 当时我们正在一个集电工地 进行考古勘探 这个听群众反应啊 说在杨舌村南南边的岭上 地里头有人盗墓 那么我们立刻我带上人 就到现场进行了探看 被盗的墓葬位于杨舌村南的台地上 现场一片狼藉 我看到这个在盗墓现场挖出来土和残留的文物碎片 十分灵乱 其中有木炭 有木炭 还有那个铜鱼 经过细致的勘查 文物工作者得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遗憾的结论 我们现场勘查以后发现这个被盗的墓葬不仅是一个道都 三四个道都 这个墓肯定是被盗结一空了 被盗的墓葬这个时代呢是应该是周代的 西州或者东州的 而且呢这样的墓葬级别它不会低的 因为有铜鱼有木炭 说明它有鸡炭 说明那个有有关上的装饰啊 这个他级别不会低了 经过现场的勘探来 呃 他这个木木口的规模在四五四五米之间 四米五到五米之间 而且带有木道 所以我就判断 这个墓葬非同小可 不是一般的高级贵族墓葬 关于这座总长度超过了二十米的周代贵族墓葬 孙永和甚至断言 他应该是一座晋国国君大墓 我们立刻上报给市和省文物局 认为这是既晋红墓地以后 又一个重大的发现 很可能又是一处晋国国君的墓葬区 晋国是由周朝开国君主 武王激发的儿子唐淑于建立起来的国家 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 在西州东州交替时 晋国当时的国军晋门侯激仇 成功地辅佐了周平王东迁 又诛杀了制造分裂的周邪王 解救了危机中的中央政权 此后晋国进一步发展壮大 成为了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 是春秋五霸中称霸时间最长的一个 其实当得知杨舌村有盗墓案发生时 孙永和之所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就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个墓葬的非同寻常 这是因为盗墓现场所在的杨舌村 正与学术界知名的居村天马遗址隔阂相望 杨舌村南面这个被盗的墓地呢 与符合北岸的居村天马遗址中间 核心位置的近后墓地啊 它的直线距禅是四千五百米 也就是四千五公里长 一个在符合南岸 一个在符合北岸 1979年北大教授 著名考古学家邹恒 在山西省区沃与一城两县的交界处 陆续发现并清理出了九组晋国国君大墓 围绕国君墓的则是数量众多的贵族墓 埋葬市与庶民阶层的帮墓 以及大量居住区移植 由于这处遗址位于屈村镇与天马村之间 所以被命名为屈村天马遗址 而处于核心位置的国君墓 则被称为北兆晋侯墓地 北兆晋侯墓挖了九组晋侯 上一线是晋侯谢府 没问题 下一线 有人说上出的墓 在师从邹恒先生 毕生致力于屈村天马遗址研究的田建文看来 遗址的发现 不仅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目睹从西州早期晋国开国以来 久未历任国君奢华的墓葬 还就此确认了晋国国都的所在 为研究晋国历史和晋文化的起源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屈村天马遗址和北兆晋侯墓地中 出土有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和精美的玉器等随葬品 这些都成为了西州断代研究的重要依据 那么 如今与北兆溢水之隔的杨蛇大墓 会是一座晋国国君墓吗 由于墓葬倒扰严重 经过勘探 最终确认已经不具备发掘价值 文物工作者只能带着遗憾 对周边进行了一些考察 组织我们的人 在被盗这个墓葬的周边 又进行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扑探 如果被盗的真是国君级别的墓葬 那么整个墓地应该不止一座才对 果然不出专家的预料 在被盗墓葬东边相距不足五十米的地方 通过钻探又发现了一组大墓 一钻探发现这一组墓葬是非常非常重要 装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竟然是一对夫妻病血合葬墓 而且呢每一个墓葬呢 它的规模它是在南北墓葬的 是双墓葬的 勘探的结果振奋人心 那么双墓葬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这样的南北双墓葬的墓葬 在我们这么多年发掘靖国 这么墓葬来看 这样的墓葬规模它只是进过国君一起 其他的级别是没有的 如果双墓葬代表国君 那么五十米的长度又说明了什么 远超以往靖国诸侯墓的规模 这座超级大墓 墓主人会是国君中的哪一位 这样超长的墓葬 它又有什么与众不同 尽管有了惊人的发现 但围绕在墓葬上的谜团 暂时还无法彻底解开 对于古代这个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我们国家军有方针的 就是十六字方针 保护旅主 抢救第一 加强管理合理利用 所以就是对于墓葬 我们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保护起来 而不是发现 于是勘探结果没有对外公布 除了公安人员的立案侦查 盗墓造成的影响 看似很快就消散了 时间到了两年以后 这一天 正在临近的山西匠县主持考古发掘的吉昆章 意外得知了一个消息 大概到05年6月份的时候 又有在杨舍村南边发生盗墓的消息传来了 这是我在江山横水这边工作 因为早已被纳入了监测范围 这一次盗墓团伙刚刚动手就被发现 墓葬暂时躲过一截 但终究还是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下 无奈之中 科学的考古发掘排上了日程 我正好在江山横水这个工作 我发掘功能告一段落 然后我就从那边撤过来 就到了阳省 我们就准备投入精力 对阳省目的进行发掘 俗话说才不露白 对于这座被盗墓贼惦记上的东周大墓 发掘也必须尽快进行 那时候发现盗墓情况 而且当地公安局派出所 已经抓了一批盗墓的人 我们工作也到七月份开始 进驻工地 考古队员马上按部就班的 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我们一点都没敢松陷 然后就赶快组织发掘 先把玉米地给人赔了产 然后对整个这块墓地 我们进行用大探方式的读下来 按照我们考古上的一些操作程序 不探方 然后租个方来发掘 把整个墓给暴露出来 等到地表的土壤被层层揭取 大墓的轮廓终于呈现在了人们眼前 羊蛇大墓 由两座并排的中字形大墓组成 墓葬朝向一致 都是一边指向西北 一边朝着东南 两座墓葬关系紧密 最近处距离只有不足2.5米 规模最大的一号墓属于国军本人 墓是南北长6.7米 原来的设计应该是方形 只是东西宽度有点误差 但误差却不足0.2米 墓是南北两侧的中轴线上 延伸出两条墓道 北墓道长15.1米 南墓道长26.5米 全墓总长达到了48.3米 属于国军夫人的二号墓 刑制及营造方法与一号墓大体相同 但规模略小一些 可即使是这样 总长也有39.9米 这样两座远远超过所有北朝进侯墓的大墓 带给考古队员的是无比的激动 其实非常激动 而且没有被盗 而且很激动 在杨舌发掘现场 随着大墓轮廓一同呈现出来的 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土坑 受我们吃惊的是 在以前没有见到的情况是 就是在这两座墓的墓室 以及南边的墓道上 布满了大量的祭祀坑 这祭祀坑成牌成牌的 而且有很多这种跌压的打破关系 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周围 往往会有许多小型数学土坑 分别是祭祀坑和陪葬墓 陪葬墓是拥有一定地位的亲近陈属 死后作为荣耀被允许埋葬在已故主人的周围 而祭祀坑则是后人 按照李治祭拜祖先留下的遗迹 由于埋葬较较浅 祭祀坑的数量很快就被摸清了 在大墓南侧 总计240多个祭祀坑密集地分布着 那么如此多的祭祀坑又说明了什么呢 买多个祭祀坑说明好几个问题 第一 它的祭祀规模很大 它能在这个有这么多祭祀坑 第二 它祭祀很频繁 因为它后面祭祀的又跌在前面祭祀的 由于数量实在太多 这些祭祀坑不仅拥挤在一起 而且许多甚至打破了两条南侧道 为了不影响大墓墓室的发掘 必须先清理出一部分 尽管祭祀坑的深度普遍只有不到两米 但坑与墓道之间复杂的打破关系 加上坑中众多的牺牲还是耗费了队员们太多的精力 最终完成所有祭祀坑的清理 竟然占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根据种鼠齿灵鉴定 这些牺牲主要是牛 马 羊 狗等动物 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 其中竟然还有人类的身影 羊蛇墓葬祭祀坑中共发现了人生十个 发掘现场的人类遗骸保持着死亡时的各种姿势 有蹲着的 有俯身的 有侧身的 可以想象当年的场面何等惨烈 为了取悦祖先 人们冷酷地将同类除死推进祭祀坑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这些重见天日的遗骸仿佛还在无声地控诉着这种野蛮的三藏习俗 羊蛇大幕发掘现场 人生的出现再一次说明了这组大幕的重要 所以逐渐这个当时这种祭祀规模的大 祭祀的平凡以及对牧主人这个祭祀的规格的高 这都从这些方法都说明这个牧主人应该有很崇高的地位 在清理完有打破关系的祭祀坑后 牧师和牧道的发掘终于开始了 这位拥有高等级大幕 死后享受着高规格高密度祭祀的大贵族究竟是谁 如果真是一代晋猴 那他为何没有与九位先祖一起安葬在北赵墓地 他的超级大幕中将出土哪些国家重器呢 将近五十米长的超级大幕 预算中的土方量很有可能会超过一千立方米 相当于八九节火车车皮的运载量 在新中国的考古史上 这样的野外考古往往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 用民工用了有十几个吧 十几个民工和我们包含我们这个技术人员是四个五个人 只用了不足二十个人 难道杨舌大幕的发掘注定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工程吗 不是在乎是人多啊 当时因为这呢 当时这个我们领队 领队这个吉庚江先生 特地从这个 猴马定做了一批这个 现代化这个设备 来进行这个土方挖掘 在普通人眼中 考古工作是那么神秘 大家印象最深的 往往是用人工挖土 在接近目标时 更是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子 小刷子 仔细清理 一些大型野外考古工程 甚至会持续十年二十年 那么现代化设备 又怎么在考古发掘中使用呢 在一开始发掘时候 我就考虑到 怎样去清理这里面的土方 以及怎样去堆放这些清理出来的天土 我们是当时开的方嘛 开了一个大方 把这两个木的都包含在内了 这里下也有相当 面具相当多的这个祭祀坑 大型的这个雕车不能在上面碾压 所以我就当时请那个 猴马的一个工厂 请他们帮我设计了一个一组 这个叫传动的装置 就花轮 于是在杨舌大墓的发掘现场 就树立起了这样一套 与考古发掘似乎很遥远的 现代工业产物 我们打了一个架子 然后这个可以保证的土从提起来以后 通过横移再移到边 再放到这个 再可以倒到边这个车上再运走 同时呢 还有设计了这个一组 这个直接放到木底下 那这直接放到木里面 然后这个传动的这种土 往上传动这种 这么一种这个 传动带 传动带 用两种方法来清理 在极坤章的设计中 接近地表的填土 用传送带就可以运至地面 在更深的地方 钢铁构筑的龙门吊负责把它们提升运走 人在底下装上土以后 它有一个大型 有一个贴质的特质的铁构大桶 直接就拉上来 有些是我们主创 有些是学习人家的 但是呢 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使发掘能多快好使 有了这些独特的设计 十几个人的考古工地 两座大墓同时开挖 但发掘进度却一点都不慢 随着发掘的进展 第一个疑问很快有了让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所发掘的杨舍这儿的墓地 这墓葬规模形制等级特种 与北朝建核墓地的墓葬规模形的等级特种 都是相近的 事实证明 这正是一位晋国国君墓地 由于地面上没有发现其他的倒扰痕迹 那么墓葬中会保存有多少 让人激动的文物和历史信息呢 大家都在迫切的希望 能够早一天看到他们 2005年8月24日 星期三 多云 这儿的地层比较清楚 第一层 耕土层或平田整地回田层 第二层 红土层 其下为生土 这是领队吉昆章的杨舌墓地工作日记 然而在2005年8月24日这一天 平静的工地现场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情况 从墓口向下发掘 刚刚掘尽了两米多深 二号墓的田土土质突然出现了异常 在日记中吉昆章详细描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 M2墓室的上面大约从墓室上面北部开始 向东南角越来越深 整体向东南角倾斜 以这儿最深 有一个探了两米三十公分扔不到底的洞 到洞乎 春秋时期的大型数学的黑墓 墓主人的棺果下葬后 往往要铺上一层木炭 最后进行回田 许多木丧还要将田土夯实 羊蛇大墓地表耕土层下 田土一开始只是普通的红土 并未经过夯住 但现在出现面积很大 深度至少两米多 明显被搅动过的花土 难道是又遇到了盗墓 花土中碳粒的来源真的是墓室中的积碳吗 当我们发现这个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墓曾经被扰动 或者说是被盗了 这个心意的沉下来 因为我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 看到盗墓是很痛心的 在这之前也经历过 也听说过很多盗墓 墓葬发掘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过经验的考古队员们 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现场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我的师兄田建文 他在福山发掘了几组大的墓葬 这墓葬都是在 都是在近几年 也就2000年以后吧 2000年前后被盗了 这个那么大型的墓葬 发掘下去以后被盗一空 这个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当然想着这底下肯定什么都没有 就白高性空发性异常 这个不仅仅是损失了很多盗墓 同时损失了更多更多的 古代文化信息 对研究历史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缺憾 所以对我这情况突然如此 就是发现这种 有到老的也特别困苦 但是起初引起 抢救性发掘的那起盗墓 明明没有成功呀 难道还有文物部门 没有掌握的盗墓情况吗 陶祥明为此特意走访了周边的群众 就问当地的老百姓 说这个地方 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被盗现象呢 老百姓说 这几十年了 他们一直在这里动地 没有发现 都不知道这里还有墓 上一次盗墓没有得逞 几十年来也没有发生过其他盗绝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这个墓是都是被盗的 我们当时就想不通这个事情 而且根据现场的痕迹 一个更大的疑问 始终徘徊在人们心头 一般的盗墓 都是通过或大或小的盗洞 从地表直达墓室 但二号墓填土被扰动的范围 几乎覆盖了整个墓室平面 这一伙盗墓贼 为何如此兴师动众 他们不怕被人发现吗 而且墓葬填土被大面积翻动 可其上的红土层 耕土层 为什么没有留下相应的痕迹呢 此刻所有的疑点 都指向了一个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早期盗墓 或许这是一次发生在很久以前的盗扰 经过了上千年之后 盗掘的痕迹上才又重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耕土层 为了找到证据 大家分头行动 期待着能有新的发泄 一方面在二号墓的填土中 细致的研究工作迅速展开 另一方面 一号墓的发掘也在加紧进行 大家心存侥幸 都盼着一号墓的发掘能躲过这一劫 仔细观察过后 考古队竟然得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结论 根据我们的地层现在判断了 至少就是在墓口上的汉代层以后是没有着通过 从地层上来看 应该是在汉代以前就被盗了 那么在汉代以前有可能一直到战国春秋 甚至在墓葬 当时就是下山不久 二号墓倒扰发生的时间初步确定 一号墓却又传来了坏消息 几乎完全一样的情景 在那里又一次出现了 这两座墓葬确确实实都是被扰动 盗墓是一个古老的职业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 人类实行后葬时期 历史上盗墓行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甚至还涌现出许多与此相关的著名人物 要说最有名的盗墓团伙总头墓应该是曹操 习麾下的发丘中郎将摸金校位 广为后世所熟知 五代时 联国一位名叫温涛的节度使 则是盗墓领域的另一个极端 史学界考古界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盗墓者 称其有千古之罪 这位长安地区的军政长官任职期间公然挖掘了唐代所有帝王的灵情 只是在准备挖掘武则天的乾陵时 因为反复出现的惊人天象 才在陈属的吉利劝阻下 兴兴然作罢 两宋之交 国号大旗的傀儡皇帝刘裕设置逃杀关 在盗绝了北宋皇陵后 为毁灭罪证 还放火烧毁了陵园的地面建筑 那么 盗扰杨舌大墓 还远远早于东汉末年的曹操 这又会是谁干的呢 可即使真的是早期盗墓 却还存在着一个无法解答的疑惑 当时我们在一个思考 他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离他4.5公里以外的曲村天马一址 所有的西州时期的墓葬 所有周代墓葬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都没有到过 都没有到过 那么这个阳石这个地方 离曲村仅仅只有这么近 并且在这个墓地面还发现有其他的墓 为什么这一组墓葬是被扰动 或者说是被盗过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相邻不远的曲村天马遗址 包括核心区域的九组晋国诸侯大墓 都没有早期盗墓的情况发生 甚至处在同一个墓地 2003年被盗空的另一组诸侯大墓 也同样没有早期盗扰 2000多年前 那个神秘的盗墓组织 为什么单单盯上了这一组大墓 难道其中还另有隐情吗 此时此刻 吉坤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 离奇事件背后的关键 但想要证实自己的推测 暂时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他只能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去注意每一点细微的痕迹 虽然我们是根据 从考古学角度来根据地层判断 至少应该是在汉代以前 而且我们对墓葬里面一些迹象 也判断在汉代前 但这仅仅是我们在发掘到一定程度时的判断 有关更详细的情况 我们还需要在进入墓室以后才能解决 所以这个发掘意义就一直在进行 在继续的 我们当然用我们的手段 把各种现象各种情况都给记录下来了 发生了这样一个诡异的盗墓事件 对考古队员们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对急于证实自己推测的吉昆章来说 恨不得发掘速度能够再快一点 在他的鼓励下 大家集中力量继续向下发掘 可就在发掘到快接近墓底时 却突然发生了一件 直到现在都让大家感到后怕的事 西州时期的墓葬它是口小比大 它那个墓葬比较深 因为有八米多深 所以在墓底下往上看 上面就是个小天窗 在这样幽暗深邃的墓穴中工作 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发掘规模这么大一组的墓葬 我们从安全角度下考虑很多的 比如这个 要不要支架要不要支火 墓室四壁都有泥土构成 达到一定的深度后 坍塌的可能性急剧攀升 在田野考古史上 由于坍塌引发的安全事故 不是一次两次 但是由于这个墓葬形的特别 它比较有意思 它是中字形的墓葬 这个支是比较费劲 不太好支 而且它规模太大 所以我们就考虑 是不是把它这个四个角 能不能用板子先给它支出加固 由于南北两侧 各有一条宽达三米的墓道 墓道与墓室连接处 就构成了四个突出的基角 这个部位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做列措施也是万一有 踏坊现在发生 那么人有逃生的时间和机会 晚上就是 连连连连下工的时候 把这个墓葬都 整个坑壁全部都支火了一下 没支火完 结果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他呢又没有支火的一个脚呢 就塌了 比较幸运的是发生在晚上 而没发生在工作时间 如果发生在工作时间 那也许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能够深入探索历史真相 亲手揭开未解之谜 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 那么考古学家的经历 足以让很多人羡慕 但是野外考古时 遇到的种种危险 就完全是一种 对执着精神的考验 羊蛇大墓发掘现场 在没来得及支火的墓室一角 意外坍塌后 随着越来越深入地底 尽管已经反复进行支火 但向外倾斜 愈发严重的另外三个脚 却还是陆续掉落了下来 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护佑 四个木角竟然奇迹般的 都是在夜间无人的时候坍塌 人缘文物都躲过了劫难 这样的情景 也不禁让人们感叹 古人修筑这样一座大墓 需要付出的艰辛 当时也一直提醒 因为我作为一个工地领队 安全是第一的 一定不能有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文物安全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直提醒吊胆 当然后来我们整个工地发掘结束 一切顺利 这是非常幸运的 尽管使用了高效率的机械设备 尽管幸运地逃过了他方的劫难 经过二百四十多座祭祀坑复杂的清理 经过深达数米 垂直向下的发掘 羊蛇大墓还要面临新的考验 这一次 大自然将成为野外考古工作的另一个对手 此时此刻 吉昆张的心头是火热的 他期待着自己关于离奇盗墓的猜测 会在之后的发掘中得到验证 同时围绕在大墓上的诸多谜团也将一一被解开 这座远远超过先祖墓葬规模的 晋国诸侯大墓 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规格 大墓离奇被盗 盗墓者又是何方神圣 为何单单盯上了诸侯墓群中的这一座 随着发掘的进一步深入 充满血腥杀戮 但却波澜壮阔的历史 将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 拉开帷幕